为了学童的健康 国际福人社特地为细致儿童五官健康筛检活动进行了捐赠仪式 从外也有专业的医师到学校为孩子们做检查 其中还包括了额比欧科也捐赠了保健中心相关器材 一起为学生的健康来法官 若是家庭学童比较缺乏保健资源 对于健康认知教育也比较少 国际福人社3482地区 今年度社区儿童健康推广委员会 就联合了台北远东、城南、大安福人社 在汐止区的张树、北风及东山国小 办理学童五官健康筛检活动 要守护孩子们的健康 大安社还有城南还有远东三个福人社 一起向我们3482地区申请的DDF 就是一个奖励金的一个计划 希望可以赞助在地区这边的儿童健康医疗服务活动 去做儿童的儿鼻后科的筛检 还有牙齿的筛检 希望这个计划除了今年第一年推动以外 如果今年的效果不错的话 希望未来可以持续推广到各地各个小学 去帮儿童的一个健康去做把关 非常感谢这次国际福人3482地区 特别举办的系纸地区儿童健康检查活动 检查的项目主要是五官 非常感谢大安城南及远东福人社 重视国家未来主人翁的健康 安排三天分别到张树、北风及东山国小 邀请了专业医师为孩子们做健康检查 这次筛检重点为五官 有耳鼻喉科、口腔及牙齿健康等等 也捐赠我们三校经费 让我们添购保健中心的保健福利儿童 健康促进的一些器材跟设备 非常感谢国际福人 他们一直都在行善来照顾一些弱势儿童 15号在张树国小举办开幕式 福人社期望抛砖引玉 提升社会大众对弱势儿童健康的重视 并且能促进儿童健康权益及福祉 就从惠林细致采访报道